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嘉 禅吉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元禅师 以《易经》、风水、宗教 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 那这一段时间以来 师父以社会服务 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 也因此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当中 拥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中道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谢茂灿、谢师兄 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宗教学生经验 一起来欢迎他 先佛在我家的节目的 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茂灿 我是台中道场 十九届甲班的学员 您个人的家庭 他的宗教信仰的这些方式 或者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的宗教信仰 目前我家供奉的是竹山的李勇 李勇王爷公 王爷公 我们那里的俗称都叫他王爷公 他是因为嘉庆军由台湾以后 他说李勇将军在那边 因为护嘉庆军 保护他 然后被三杰用剑射石在那边 然后后来他在那边说要出来祭祀 那是我应该 可能是在我真正祖父那一代的 救度众生这样子 他说李勇庙那个地方都会有白光出现 冲一个白光出来 然后我们那比较年长的老人家就问 到那个民间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仙人的 去那边问 然后他说第一次要去的时候 刚好走水溪涨水 因为溪头那边下大雨 走水溪就没办法过来 没有办法过去 要到民间嘛 要去民间问 然后就回去 然后过了几天 水退了以后 再到民间去问 然后一到的时候坐下那个仙人 就说你们前几天就要来了 因为遇到水所以再回去 在那里面起来 他就已经知道了 那个和师父一样都已经会算了 然后就问他说那是什么事 他说那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要出来祭祀 然后他们就那要怎么办 他就说他就用那个 那刚开始是用他们说用 我听我爸爸讲的说用石头 盖着像一个土地公庙 那这么小小的一间 然后供给一个石头在那边 然后大家去拜 他说我爸爸说 那个牛丢掉了 去那边拜一拜 牛就找回来了 是 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养牛的话 走失了 然后拜这个石头神 对 就回来了 然后积的那个积温嘛 然后再拜一拜 积温就好了 然后再后来越来越来越大 然后盖到像那个用工廟那么大 比较大 小时候小时候的庙就像用工廟那么大一间这样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 我们来说说就是如何正视到王禅老祖 因为我想面对神佛或者是说以神佛跟人之间会有一个紧密的连结的关系这个部分 我相信您是有相当的经验的 师父常常在讲 仙佛他们都是一起的 所以我在想我的观点 因为我们家也有拜那个悬念上帝的那个令牌 那是我爸爸请回来的 我进入中文以后我听元宇法师讲 因为初级班是元宇法师上课的 那时候是台中道场 台中道场初级十五班 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五班 在民国一百年的一月五号开始上课的 他说我们师父买了那个现在的易经大学那边土地的时候 那个悬念上帝的记统跑上去跟师父讲说 我帮那悬念上帝的时候跟师父讲说 我帮你照顾这块地照顾了一千五百多年了 几千年或是几千年 师父讲过嘛 然后现在还给你 然后后来我就讲说 这个可能和悬念上帝牵引 我进到我们中文也有关系 然后我到台中开业 因为九奥一地震以后我到台中开业嘛 那开业我姐夫有来 我姐夫也是我们祖山人 我姐夫和我姐姐是国小同学 他们村里面有一位叫刘庆宇大哥 刘庆宇 刘庆宇他是师父的妹妹 我姐夫就请他到我家来 因为同样都是祖山人嘛 就请他来我家做泡茶 然后有一次他就来了 然后和师父的妹妹 大妹妹 师父有两个妹妹 都在祖山 她小妹妹是我们沿河国中 我国中的 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的老师 没给他打到的 打到 老师 缘分都很早 对 她妹妹也是祖山高中的老师 我也是祖山高中毕业 我师姐也是祖山高中毕业的 是 是 都没有给他们交到 因为年纪太老了 好的 但是也是很自然的 对对对 就是后面大家还是在一起 后面就通通都在一起了 牵牵在一起 她就请他到我家来做 然后有一次 他们那个刘大哥和师姑 我都叫 现在我们都叫他师姑 师父的妹妹 我们就叫师姑 在我们家聊天 然后在那边聊这些 各大宗教的问题 然后再问到一个说 阿福您师父 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大家就说 很好啊 然后他就说 您说好 我才敢讲 那是我哥哥 然后他就拿一个 那个影片 就是天德 那个云木山天德石 电机的时候 那个影片 风雨很大很大的那个 风水雷电都到了 对风水雷电通通都到了 然后我说 我这个时候很厉害啊 所以那时候 你很早就看过那一部影片 对对对 然后刚好听说 我们那个 我们大楼啊 我现在住了大楼 那个电梯的保养的 那个工作人员啊 然后就住在我们大厂附近嘛 台中大厂附近 他说这里要盖一个 疫经大学 然后我说 哦 疫经大学 因为我二十几岁又想说 要读疫经 要学疫经 但是买疫经的书回来 看都看不懂 就先自学这样子吧 对 就是看不懂 也看没有懂 然后我就说好 那等盖好了我就来学 刚开始的时候 我家的大门 对面出去是一栋大楼 七楼的房 七楼的 因为我是楼下嘛 七楼看上去 然后他刚好有那个电梯房嘛 然后这样上来 然后我就面向他这一边 他是这样嘛 我是面向他这边 面向他的府边 所以就是我的府边高嘛 那时候我家的孩子都 都会运吹运急 然后他说我是青春期 我就跟他说 你青春期我更年期 看似比较坏 我更年期 青春期算什么 我更年期 然后后来读了疫经以后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 之前是看那个电视节目 跟师傅在电视上 他说 像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好 啊怎么转 后来上课以后 要跟严律法师讲 说啊怎么转 他说对啊 你不会怎么帮 老师帮你转 然后就去法家 把我们一项改过来 改到变成龙边 比较有力 然后小孩子就比较听话 是 然后师傅的末宝很好用 怎么说 那个 每一年 因为我是指挥长嘛 所以我都会请二三十张回去 那过年的时候就发给所有会员 然后我叫隔壁 我们是大楼嘛 那个脚尖是理法院 然后这边是一个十字路口 常常会车祸 然后我叫师傅就拿两张给他 一张常常贴在他们店里面 一张贴在那个走廊 然后面向那个十字路口 是 贴上去以后 车祸就比较少了 哦 那车祸比较少 有一次我们教师姐就说 那真的有耗 结果那天晚上 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 那一声强那一声 啪 很大的一声 那个车子 车冲到差不多 三四十公尺以外 然后人一个人就 啪 就 急车就被弹上来 然后就躺在地上 在那边都不会动 没有死啦 就 那我们教师姐就说 这个真的不可以怀疑 然后后来每一年都会请他 他还特别拿去护背哦 护背哦 然后就贴在他们家的那个柱子上面 走廊的柱子上面 然后就面向那边 然后后来 这样力道还不是很强 还是会有一些车祸 然后我就每年水路法会的时候 我就设一个那个大连位 大连位 我刚开始我是写这样 台中市西屯区 湖中里中公二路 和天佑街口的 无事男女孤魂游领之连位 结果那个一条路我们台湾的那个分法就很伤脑筋 这一条路这一半是湖中里 这一半中公二路 一半这一边是湖中里 然后这一边就另外一个里叫湖安里 然后我是写湖中里这一边 结果我就在湖安里这边被车祸被撞到了 我现在就写台中市西屯区 中公二路没有写里了 中公二路和天佑街口 无事男女游粉游领之连位 然后车祸就少很多 去年 去年的阿弥陀佛法会 原地 忘了报 99天 没有报名 结果三天四次车祸 然后连警察车都被撞 然后或者说 人家师姐就说你快点去报名嘛 然后马上报 报了以后就车祸就没了 所以那个大连位真的有很明显的感受 很明显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您在进入微信县教学习疫经风水之后 您觉得在疫经的部分您有做哪一些的运用 或者是把自己家里面依照风水的如法的法则 也做了一些调整 我的体质的关系 可能是我的体质的关系 我帮人家把脉的时候 如果有卡到阴的 我的手会酸 然后我就拿七宝给他 然后请他回去就洗一洗药就好了 然后吃药什么都 效果都很好 就会比较好 以前有一个病人 他就因为头晕嘛 然后吃药吃一吃就比较好 他比较好过一阵子又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沾了一个挂 什么挂我都忘了 我只记得说是青蛇洞 好像是父母咬的成蛇洞 带成蛇洞 我就跟他说你都没有 在拜祖先 他说对啊 因为祖先 他们的祖先是供在祖祖家 然后他们都很少去拜 我就跟他说你要去拜 然后他回去有拜 但是还是头晕 后来我就想到没办法 我说这个成蛇的问题 这个一定要 我就请他来台中大厂 找原理法师 然后他跟他沾了挂以后 他说你要送经 然后要办水路法会 办祖先的联会 然后他就说好 他就下到一楼去 在那边报名 报完名 讲完会以后 他就觉得头脑很清醒了 那您参与学路法会的经验是如何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这个我们在那时候 上初级班的时候 原理法师有讲过说 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 我们就是卖三宝丝 然后原理法师就交代我们说 去那边绝对不可以说要休息 我们这个是24小时的 没有休息的 他说他分享一个案例给我们讲 后来师傅也有讲 我们在那边卖三宝丝的时候 有一个另外一个道场的师兄 在那边说要休息了 刚好师傅从那边经过 然后师傅就坐在那边 坐在那个农水农泉前面那边开市 说绝对不可以说要休息了 然后结果一直讲讲讲讲 以前有一个师兄就想说 那个银行三点半要休息了 然后大家一紧张 结果那个一回家就病得很严重很严重 所以在水路法会里面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庄严殊胜 绝对不能乱讲 尤其是讲说这个要休息了 或者说什么时候要休息了 那个节目都不能讲的 其实公祝王产老祖圣诞前秋水路大法会 其实每年都是在农历三月二十六日的这段期间 以八天的行程来举办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今年对您个人来讲 也是非常特别的对不对 对 因为您也就是奉献了您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这些法医的一个程序 然后来教我们一些师兄师姐同修们来学习 那这个部分就是七星部的法医 这个可不可以请您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七星部这个以前我在小时候就要跟那个师政出去 出去那个各个宫庙去参拜嘛 参拜的礼仪啊 那那个我爸爸都会教要怎么走 然后七星就是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嘛 就按照那个七星的方位这样子摆七个星 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排上去 嗯我发现到我们闲事同修大家都很厉害很聪明 是 那一个晚上就几乎都会了 但是就是基本步伐不是很标准 但是动作都会了 动作会了就好嘛 那那个姿势自己再慢慢调嘛 姿势要调到漂亮那个是 人家讲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你说要做一个表演一个节目 你没有练得练到很好的话 你上去根本就练不表演不来 那那个那个就叫功力了 功力是慢慢练的 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成就的 那第二次的部分好像真的就实地的到 萱芳寺那边去做一个实地演练对 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如何的 我们就是进去的时候 以前我们市政去的时候 就是大门一定要跟人家参拜 然后大门拜一下 然后进去里面 然后后来我又想到一个 因为我们去到人家的宫庙 人家宫庙那边要有一个人出来接 这是第一步对不对 对 有一个人要出来接 但是我们现在中门里面 没有人会接这个 应该会有啦 应该有啦 但是有没有时间来 那一个人是代表师傅 代表王残老祖 代表师尊 在接我们各的分师道场的领回去的 第二个程序就是七星 七星从 按照这个七星的排列 他们那个师傅会排好 排好你就按照七星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这样就好了 一步一步七星拜完走完了以后 你就在天公炉前面 在左右再拜一下中间拜一拜 然后把中级送进到 卫生性殿 卫生性殿里面以后 在拜一定要拜的嘛 拜一拜然后就插在那边 这样就圆满了 这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特定的一个方式 就是从我自己的虎边开始 就是神明的龙边开始 先拜然后再拜左边虎边 然后拜中间 就是左右这样子拜 是是是是是以神明的方向为主 对以神明的方向为主 龙边先开始 对对 这是在进入到我们 圣佛斯的维心圣殿的时候 对 这样子的操作的方式 这样子 因为我们中级很重嘛 所以没有办法这样跳来跳去 所以我就用最简单的步伐 这样没有办法像像我们那时候 因为手上拿的是金子嘛 怎么跳怎么跳都可以 那那个中级很重啊 你不可能这样跳起来转一圈 那个有的时候会跌倒 对 所以这个在跟民间信仰 各个庙宇的这个方式 我们就在维心圣教 就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这样子 对 慢慢的这些法语 正在行程当中 也慢慢的进去完整这样子 慢慢的慢慢的来 第一年嘛 第一年一定比较生疏嘛 然后两年三年以后 可能就比较进入状况 越来越 那其实呢 我们在中门里面的这个学习 是还蛮全方位的 对 不管是在自己的 易经跟风水的这个智慧的累积方面 那您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运用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祈福相案 像现在我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我都排一个祈福相案 初一十五 对 初一十五就是七天嘛 然后初一摆完了以后 十五再摆一次 然后祈祷 然后我儿子本来 COVID-19以后 到大陆去行医嘛 然后在那边 后来过年回来 今年过年回来 再去的时候 那个人就比较少了 然后我做了祈福相案 然后我就把那个祈福相案的文书用来传给他们 叫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就练一遍 然后祈祷一遍 然后我祈福就说 你也比较好 你也比较好 像我脚受伤以后我也有做 然后脚受伤的时候 我师姐每天那时候有请示 就是好像是请那个台中道场的那个 师兄 医法师姐 哦 是师姐 他就是说用那个七宝洗 是 四十九天 然后他每天就在家里用一用 然后拿到医院去给我洗 然后出院回来以后 一样每天洗 洗了四十九天 所以我脚好的很快 然后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来台中道场 师父 圆医法师就请师父跟我加持 然后师父就说我脚也断了 然后圆医法师说他都比你很重 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们非常感谢谢茂燦师兄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节目时间有限 但是分享的智慧无限 希望今天的谢茂燦师兄 个人经验的分享 可以带给您一些 不管是在时间空间上面一些 想法上的启发 也希望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 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先佛在我家 谢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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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